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网友赛与赵乐斯合影 被指引美过度 整形效果影争议 一位不失粉带的网友 发了和赵乐斯的合照 称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整容 会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赵乐斯 这是一个在如今的演艺圈里 越来越出名的人物 他以其青春样意的外表极精湛的表演 生活歌迷爱戴 不过 近日 他和两个不认识的女孩的合照 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许多人都对他整容产生了疑问 认为他做了太多的医疗整形手术 丧失了原本的美丽 对于网络上热热的讨论 赵乐斯也不避讳 很自然的表示这是自己的成长与刻苦 他相信 人老了 外表也会改变 这是自然法则 他认为 自己的改变并非来自于外部环境 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的勤奋与成熟 医疗美容是现代人们追求美丽的一种方式 但是如何界定医学美容和自然美感之间的界限 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赵乐斯的变身 让网友开始怀疑整容的真实性 也让大家开始反思 怎样才能既保留自身的特色 又能保留自身的美感 网友对于赵如何改变外貌的担忧 折射出他们对于美丽的期望与评判 对他们来说 赵乐斯这种天然的美 在以前的街坊邻居中是很难得的 而如今 他却没有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这让他们很是失落 赵乐斯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公众人物 他的个人形象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 他的外表也许会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 但同时 女性也有中求自身理想图像的权利 大众亲望与个人追求的关系 是每一位公共形象所要面临的问题 不少网友感叹 这哪里还是当初那个肉嘟嘟的小圆脸 分明是气质女神啊 看来这次新剧 赵乐斯又要凭借美貌出圈了 除了新剧备受关注 赵乐斯还解锁了全新身份奥运会火炬手 作为95号小花中的守卫火炬手 赵乐斯的这份荣誉可谓意义非凡 也让他人气更上一层楼 星图一片光明 然而 人红是非多 关于赵乐斯整人的传言也随之而来 一些网友翻出他早期的照片和视频进行对比 指出他的眉光 鼻肌底 内光等部位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质疑他做了温条 面对这些质疑 赵乐斯的粉丝们纷纷站出老维护偶像 表示他只是受了 再加上化妆和造型的改变 所以看起来不太一样 平心而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明星也是普通人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美并没有错 更何况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颜值的确是不可忽视的加分项 只要是在安全合理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将关注点放在演员的作品和实力上 赵乐斯自出道以来 出演了多部热门影视剧 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角色 从传闻中的陈谦谦中 活泼可爱的陈谦谦 到且是天下中英姿萨爽的白分析 再到新汉灿烂中 坚韧聪慧的陈嫂山 赵乐斯不断挑战自我 演技也若眼可见的进步 赢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 除了演技 赵乐斯的敬业精神也备受业内人士好评 据悉 他在拍摄新汉灿烂期间 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 不仅认真研读剧本 还主动向导演和前辈请教 力求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如今 赵乐斯手握两部被剥剧 资源好到爆棚 一部是与古装男神刘宇 民合作的朱连玉木 另一部则是与布老男神 陈伟婷合作的徐我要演 朱连玉木讲述的是女主步步为营 最终成长为一代女商的故事 从预告片来看 浮化到精美绝伦 剧情紧凑道感 赵乐斯在剧中的造型 更是美出了新高度 虽然有部分网友质疑 刘宇明的古装扮相 但两人在长歌行中积累的CP粉不在少数 相信只要剧情给力 这部剧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部爆款 徐我要演则剧交都是男女的爱情与婚姻 讲述男女主角一经情感波折 最终破镜成人的故事 这部剧题材新颖 剧情贴近现实 再加上赵乐斯和陈伟婷的超高颜值 想不火都难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都市剧 赵乐斯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可塑性和驾驭能力 相信未来 他会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作为新生代演员 赵乐斯的演艺段落还很长 希望他能够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用实力证明自己成为更加耀眼的明星 也希望广大网友能够理性看待明星 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和实力 少一些无端的猜测和质疑 赵乐斯的事情同样引起了对美丽的界定的反思 是不是只有唯一的审美准则 我们要不要扩展我们对各种美帝认识与接纳 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研究的 赵乐斯这一形象的变化 并非只是其自身之事 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 这既体现了大众审美的诉求 也体现了大众对大众形象的期望 也体现了医疗与自然之间的边界问题 我们也期望透过子文 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美丽的思索 让我们一起祝愿赵如恒 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与人格魅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热爱与尊敬 不管她的外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但她的心领与才能 却是我们最需要注意与珍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